主持人下去親自介紹 然後各個用藥改注意的事項 學生發揮創意 便擺清除電視節目的局本 透過這種方式來指明健康吃藥的關聯 是適當平信的困難 當時加雄動畫科三年學生如宇山 今年就參加健保祖 漫畫精算競賽是在全國第二名 前科主任就是跟我講 跟我同事有這個比賽 然後因為就是他告訴我的時候 已經是截止前沒有幾天了 所以趕這個比賽的時候 真的很趕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畫的過程當中 就是草圖一直會給他看 然後他會跟我講哪裡需要修正 真的很謝謝老師就是 帶我這樣參加比賽 如宇山常常參加比賽 出家未婚參加法部部 輸起年輕育動環座宇宏 漫畫精算競賽 也得到全國佳座 他認為得獎並沒有祝福 就是好好練習 並保每一次的機會 總有一天一定會得到好勝出 希望他們自己可以主動一點 自己主動一點去爭取參加比賽的機會 平常自己要多加磨練 多參加多累積經驗嘛 然後就也可以幫助自己未來更多學習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學生投入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以及非常多的精力在這個上面 那老師的部分呢 也給予非常多的建議 例如說漫畫的風格的表現 以及用色以及劇情的鋪陳之類的 那我們動畫科一直鼓勵學生 能夠積極的參加競賽 那在我們校長 董事長的領導之下呢 我們動畫科也逐年地成長 並且在明年 預計明年我們還會參加全國專題製作競賽 董事長 除了努力輸入學生科進教 也各地學生多多參與比賽 他們相信做出 無論對未來的成客 和才是集合 都會有很好的幫助 記者先生 從報導